第33集 到了机场,沈飞帮忙办好了一起手续,顺利地登机起飞。 和沈飞一起出差有很多次了,但这次的旅途完全不一样,是她特意陪自己去的。 赫莲娜心里想着,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开始萌生心芽。 经过14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地落在了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取出行李,他们坐上出租车,其实到达芝加哥的时间也是3月15日的下午4点多,因为时差的缘故好像丢掉了一天,真是神奇。 来到公司安排好的双子星公寓,赫莲娜觉得这大厦很好玩,像巨大的玉米棒。 在前台做了登记,取了钥匙。 沈飞把赫莲娜送上房间,将行李放好。 有些犹豫地说, 我去旁边开个房间吧。 赫莲娜脸红了,不知道该留下她还是要让她走。 许久,在沈飞碰触门把守的时候,赫莲娜鼓足勇气说, 留下吧,明天你就要走了。 沈飞走过来,拥住她,吻了她的额头。 你累了,需要休息,我还是去新开个房间,晚上我们去看这里的夜景。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赫莲娜露出微笑。 也许自己可以重新敞开心扉,接受另一个人了。 而且这个人就是自己曾经暗恋的偶像。 多么奇妙的人生啊。 给妈妈打了电话报平安,然后躺在公寓柔软的大床里,赫莲娜却睡不着。 自己将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生活三个月,可从现在起,就已经开始怀念北京的生活了。 晚上八点,沈飞来敲门,赫莲娜换了衣服,和她一起走在芝加哥闻名于世的密西根大道上。 沈飞说,这里比巴黎的乡线利舍大道还美,被誉为壮丽一英里。 赫莲娜听着,心底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一路上,豪华的旅馆,时髦的商店,辉煌的建筑,摩天大楼,灯火通明。 一幢幢大厦的身影,在天空中划出雄伟的天际线。 有几栋高楼的尖形屋顶上,还射出探照灯的闪烁光芒,好像巨人在眨着眼睛。 密西根湖中,帆船,游艇,汽艇,拽着尾部卷起的浪花,悠然远扬。 在洞与静交织的都市夜景里,赫莲娜沉醉了。 他们站在白金汉喷泉前,沈飞拥着赫莲娜,看着世界第一大照明喷泉。 各色彩灯从泉底下照射上来。 灯光水色,如高空烟花,海底珊瑚,色彩瑰丽,一如赫莲娜心底的感受。 这幸福的感觉,真好。 就是来得太突然,让人总觉得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深夜,回到公寓。 沈飞在赫莲娜的门前又吻了她的额头,道晚安。 赫莲娜靠在她的怀里,倾听她的心跳,由慢到快。 清晨,两个相拥在一起的人,看着外面出生的阳光,灿烂又温暖,多希望时间能就此停留。 沈飞回到自己的房间收拾好行囊,过来和她告别。 等我的活动做完,如果有时间,我还会过来的,好好照顾自己。 真的不让我去机场送你吗? 赫莲娜柔声问。 不了,我讨厌那样的场景。 沈飞笑了。 你去纽约住哪里? 赫莲娜问。 沈飞告诉了她饭店的名字,但又说。 二十号到二十三号,不要打电话,因为我不想让卡莲娜知道。 赫莲娜点头。 当然,作为沈飞的上司,卡莲娜如果知道了自己与沈飞的关系,一定会防范的。 自己还没有像斯黛拉那样的实力。 沈飞走了以后,赫莲娜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将衣服拿出来,整理好资料。 今天,要先去趟CIG总部报道,看一下培训安排。 很期待培训能尽快结束,因为思念在分别后已经蔓延。 CIG的总部在芝加哥非常有名的希尔斯大厦的九十层。 九点,赫莲娜来到这里,站在外面,仰望这座大厦。 深褐色的铝制外壁和青铜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璀璨发光。 心里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他走进大厦,乘上观景电梯,一路向上,脚下的城市就浓缩在眼中了。 来到九十层,CIG占据了整个一层。 低调,却富有浓郁艺术气息的前台,让人一下就能感觉到这里是创意的源泉。 走到前台,一个金发美女对她微笑。 嗨,我是克里斯蒂。 赫莲娜一微笑。 我是赫莲娜,从中国来。 克里斯蒂露出阳光般的笑,起身给了赫莲娜一个拥抱。 欢迎你来芝加哥。 一股暖意在赫莲娜心中升起。 显然,这里没有北京办事处的尔虞我诈。 克里斯蒂带着赫莲娜参观了一遍CIG的办公区。 这里给她的惊喜不断,自豪感更胜。 最后,克里斯蒂把她带到了一个办公室。 里面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她也拥抱了赫莲娜。 我是斯蒂文,CIG的HR总监。 待赫莲娜坐下来,斯蒂文说。 赫莲娜,要告诉你一个事情。 就是培训并不是从十八日开始, 而是要推迟一周,二十五日开始。 因为负负责给你培训的丹尼在休假。 你可以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游览一下美国的风光。 赫莲娜听了一愣,随即一个念头立即产生。 真的吗? 那我很高兴利用这个假期去游览美国的风光, 好尽早融入这里。 斯蒂文点头。 很好。 说着,他递过来一个信封。 这是你旅游的费用,可不是白给你的。 目的地不局限,但一定要有拉斯维加斯。 你要留下旅途的点滴记忆,这是丹尼对你的考验。 赫莲娜接过信封,心里暗想。 这里的培训果然与众不同,很期待。 回到公寓,立即打电话请前台帮忙订去纽约的机票。 可是两日内的机票都没有了,赫莲娜有些沮丧。 但是前台的服务员说,去纽约还可以坐火车去, 而且从芝加哥到纽约的火车很多,距离也只有900英里。 赫莲娜对英里没有什么概念, 前台服务员说,只需要一个晚上。 这很合他的意,买了份地图,买好乘火车的卡。 芝加哥的火车线路很多, 不过空洞洞的车站,破旧的站台, 窄小的车体,稀疏的乘客, 让赫莲娜感到陌生。 终于火车来了, 哐当哐当,忽慢忽快的。 赫莲娜开始感到有时差的反应了, 头晕晕的,倒头睡下, 醒来后就听广播说, 快到West Virginia。 知道这个地方, 是因为那首老歌, 他连忙趴到窗前, 看了会儿风景, 中央车站就到了。 赫莲娜从车站里走出来, 仰头看向纽约的天空, 这里的天空晴朗, 一如自己的心情, 快步走进地铁, 都说纽约地铁破, 但是赫莲娜却很欣赏纽约的地下高价铁。 想想这个从1868年就建雏形, 日后不断完善的巨大工程, 谁会嫌弃历史的破旧呢? 来到希尔顿酒店, 沈飞说她住在这里, 她走到前台, 请服务员打电话给她, 可是她并没有在房间, 赫莲娜只好坐在大堂的酒吧里, 要了杯咖啡, 向门口张望着。 鸡肠碌碌的赫莲娜, 心里却是被幸福冲得满满, 甚至幻想着沈飞在看到自己的那刻会是怎样的表情。 中午了, 沈飞还没有回来, 赫莲娜给她打了手机, 可是她没接, 只好将自己的行李先寄存在酒店, 然后走出来。 既然沈飞还没有回来, 自己可以先来看看纽约的繁华。 先在麦当劳里吃了汉堡, 然后向帝国大厦走去。 下午四点, 赫莲娜重新回到了希尔顿酒店, 给沈飞的房间打了电话, 她还没有回来, 也许正在为巡演做准备工作吧, 于是又拨通了她的手机, 这次她接了非常正式的声音。 赫莲娜嘛, 这里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不用担心。 然后就挂了。 赫莲娜有些惊讶, 刚要走向咖啡厅等她, 却看见沈飞正拥着卡琳娜走进酒店的大门。 赫莲娜连忙闪到柱子后面, 目不转睛地目送着她们消失在视线里。 卡琳娜在沈飞怀里幸福的表情是那么的刺眼, 还有, 她和沈飞在电梯间里毫无忌惮地热吻, 在刺痛自己双眼的同时, 重重地刺痛了自己的心。 赫莲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酒店里出来, 但是她深刻地记得, 自己某某懂懂地追着她们上了二十八楼, 在沈飞的房间门前, 听到她们在里面的对话和令人脸红心跳的热情时, 自己是多么地想笑。 这个世界太可笑了, 总在以为可以得到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赫莲娜一直走, 一直走, 在陌生的城市里一直走, 时而哭, 时而笑, 心痛地失去了知觉, 最后没有了力气, 仰头看昏暗的天, 这里竟是高楼林立的纳哈堆。 拼尽最后的力气, 赫莲娜来到一个叫珊瑚的酒吧, 自己至少不能在危险的夜里游荡。 来到吧台, 赫莲娜点了杯啤酒, 毕竟是个不熟悉的地方, 再伤痛, 也不能堕落。 啤酒摆在自己面前了, 突然酒吧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 赫莲娜趴在吧台上, 一点想知道的欲望都没有, 可是那种尖叫声太过刺耳, 她只好看向舞台, 竟然是场白T恤大赛? 几个自愿上台的姑娘们, 身穿白色T恤站成一排, 她们肤色不同, 相貌各异, 相同的是, 白T恤下面不穿任何内衣。 主持人用橡皮水管直接将水喷在每个参赛者的胸部, 随着玲珑的曲线渐渐暴露无遗, 台下的叫好声和口哨声便疯狂地响彻乌语。 这种游戏让赫莲娜不耻, 又有些惊叹, 原来人可以疯狂到这种地步, 只是自己不敢。 想结账离开, 手伸进包里, 却触碰到了玉石魔方, 赫莲娜的眼泪汹涌而出, 林彦给自己的伤害很疼, 但不致命, 而沈飞给自己的却是带有毁灭性的。 这无异于自己崇拜了多年的偶像, 一息间成了众人鄙夷的灯徒子。 想起静小丝曾经暧昧地说过沈飞是他的男人时, 赫莲娜猛地将剩下的啤酒 统统灌进自己空荡荡的胃里, 又不觉得苦。 又要了瓶啤酒, 赫莲娜拿出那个魔方端详了很久, 其实, 她已经被锁进了箱子, 锁进了记忆, 只因为沈飞的一句话, 自己又把她找了出来。 想想自己真的太傻, 赫莲娜拿起魔方熟练地摆弄着, 自己可以主宰自己吗? 眼泪扑速速地滴落在上面。 刚刚去墓地祭奠过母亲的丹妮, 走进珊瑚酒吧, 来到吧台前, 要了杯威士忌, 一束奇异的光线吸引了自己的视线。 吧台的一个角落, 一个亚洲女孩正落着泪摆弄着一个精致的魔方。 这个魔方在自己的心底有过一丝记忆, 丹妮想起, 自己曾在北京的机场见过这个魔方。 丹妮叹气了, 上次去北京是为了把妈妈的遗物送回去, 那里才是妈妈的根。 今天的墓园依旧是荒凉凄冷的。 丹妮的心头被阴云笼罩, 不经意地又看向那个玩魔方的女孩。 已经对好了六个面, 却哭得稀里哗啦, 是什么让她这么难过, 比自己还难过。 这时, 酒吧里又热闹起来, 又有比赛了吗? 赫莲娜不想再看到刚才那种白T恤大赛, 于是把魔方塞入包里想走。 保安却问, 有兴趣比试吗? 这个奖金很高的。 没有。 赫莲娜立即回答, 起身要走。 保安连忙说, 这比赛可是最有意思的, 以眼还眼。 还以牙还牙呢? 赫莲娜皱眉, 台上的主持人已经开始在说规则了, 原来是比赛瞪眼, 看谁先眨眼就输了。 这样的比赛确实新奇, 只是自己没有兴趣。 赫莲娜起身想走, 却被主持人认定是要参加比赛的人。 赫莲娜心下冷笑, 也好, 不就是瞪人吗? 自己现在的愤怒足可以将对方燃烧,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上台。 丹尼看到这里觉得有趣, 本想离开的他又坐了回去。 先是分组对抗, 赫莲娜很快就赢了, 紧接着就是淘汰赛。 先是一个黑人上来,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让赫莲娜想起了沈飞, 愤怒从眼底蔓延, 那个人马上就败下阵去。 赫莲娜一路过关斩将, 所向匹敏, 半决赛时, 酒吧内已经拥挤的水泄不通了。 平时只有几十个人的屋里, 竟然涌近二百多人, 一直堵到门口。 丹尼只能站了起来继续观看。